大家好,我是光潘 今天来到西安 作为一个很喜欢年事的人 很开心的 打算这几间就过去几晚年 我们先来吃一个彪彪面吧 这家间慕名已久 感受一下这个生意 这个韩泽城的太复杂 老伴很温柔 先吃一点素瓶子 太尾小菜 一个牢骚鸡蛋 暖暖的蛮舒服的 渐渐的 作为法国人都觉得甜 好,等着好长时间 终于来了一大份子 味道很香的 这个肉泼拉姿 香味特别浓 还有一个肉的一个角头 一个酱油烧的什么肉 还有一些蔬菜 主要是这个面的口感 我们期待的 很爽 接手 相对很香的 味道很浓 这个面的口感我特别喜欢了 有些像那种 它搭在就火的里面的那种感觉 很有弹性的 很好吃 饭吃完了 再来一个 吃完了 再来一个 吃完饭 来西安的故城墙走一走 然后来到惠明街 前前的正高一定要尝一尝 5月去吃完 这边有点烤鸟 有点烤鸟 叫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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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下 每天肉加冒的,看起来,蛮有味道的 肉蛮多的 下面那个酱,蛮有味道的,肉很多汁了,一点都不干 嘴巴飞,吃这个飞到,进到面包里面才好吃 老板叫我怎么做羊肉泡馍 我这样小一点就可以了 越小越入味,越好吃 好嘞,谢谢 大坏道笑,越小越入味,老板说 原来剥好的馍还要放羊肉汤里煮一煮 好嘞,这个烫看起来蛮浓的 羊肉味油的这杯,我挺喜欢这个有点闪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做法跟我们在法国是烫一般是会放棉包在里面 也一样的,就法国这些板块,放在藤里面的冷厅城是这样才法 也很香 刑火器的美食,就是让人舒服 猫火器的美食,就是让人舒服 嗯, planes乾脆连